我們申請的是這一塊十八領地 然後因為當初我只有以為就這一塊 結果我申請之後是 結果是幾大片 那我們現在的方向可能是取向這一塊而已 那一塊是 那一塊就是我們以前的居住所 我們以前老人家住的地方 然後地名就是什麼 地名叫大芬 然後它現在 因為現在有一個地方 它是已經變成一個 那個叫避難所 避難屋 商屋 對 商屋 那現在就是 攤開空教徒一一指出 曾經在大芬的活動範圍 並敘述當時生活點滴 彷彿這些才剛發生 中央山脈東路大芬 這裡是布農族 從南投翻山越林 來到這裡選擇居住的土地 遵循智慧傳統 依照植物生長跟月亮營缺 決定一年的農事狩獵跟祭典 歷經荷蘭 清朝殖民台灣 一直到日本 國民政府歷經外來者的殖民 布農族傳統社會制度 一一瓦解遭到嚴重破壞 然而大芬布農族人 曾經在1915年發生 歷史上慘烈的抗日事件 至今100年後 日本跟國民政府來台 輪番殖民統治之下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被納為國有 但台灣原住民族 包括大芬後裔並沒有放棄 還在持續抗衡 要求原本土地權益返還 每年都在1965年 我們就撤回來下山到古峰 我們以前就是在講說 就是那個土地是我們本 我們本人以前就住在這邊的地方 為什麼政府要給我們收回 趕我們回去呢 一張又一張的陳情書 還有法院通知單 為了要徵回土地 從父親那一輩開始 和國家打官司 跟勤了律師 但最後卻還是面臨 國家司法機器判定敗訴 我們在保法院的時候 差不多六十八年 六十七年到六十八年這一代 我爸爸一直保法院 為了那個 我爸爸死了 當時又來要去那個法院 沒有啊 爸爸死了 就我哥哥代理啊 大哥代理 後來的時候不行 我們沒有什麼證明 沒有辦那個 什麼還是不在哪個 怎麼講 媽媽媽都沒有送案 對媽媽他們沒有報上去 就不行啊 要請律師 那也是沒有辦法 問題就是說 你都沒有可能 明明就是自己的土地 卻被判侵占 但鬥不過國家司法機器 也只好無奈下山 從此之後上山還得申請 而狩獵這對布農族來說 平反不過的行為 對國家來說 卻成了竊賊 可是我們去打累很累 要下來的話 躲那個什麼國家公園啊 那是剛才我曾經 然後那邊 都是走火巴 走邊邊這樣 走馬路啊 躲躲藏藏的這樣下來 好像小偷 如果有東西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是可以走馬路啊 有東西的話 就躲躲藏藏 像我以前我阿公走的時候 因為我們平常打獵嘛 因為那時候那生病 差不多危急了 我那時候就剛好當兵 我就叫回來看 我阿公跟我講一句說什麼 他說他走了 你回來 上上的那個列 他走過的列區 你要回來的時候 要走一遍 整個走一遍 我 我 隊伍的時候 我就 跟我爸爸 我叔叔他們 還是走 好像也走兩三遍 常見來到高雄 由於一百年前的大分事件 大分地區布農族人 分三道 花蓮 台東 高雄等地 而在文獻上 被稱作為 抗日三節之一的老阿里 在高雄老農溪上游 建立抗日基地 最後和日本人達成和解談判 成為日本人所謂的 最後歸順番 當時日本人都同意 互不侵犯 也不強迫前存 雖然沒有遭到日本人破千 但也沒有躲過 國民政府將土地化為 國有的政策 民國88年 老阿里後代成立協會 正式向政府要求 環國土地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 阿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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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傳統領域在那地方 他的獵場在那地方 可是國家進來之後 整個改變他 甚至等到國家控制他之後 慢慢地又把其團移住 從山裡面牽到平地下來 他的傳統領域 慢慢變成國有地了 他過去的森林這些 整個變成國家的 那甚至他的勞力之後 被國家所增掉 國家要他去做什麼 勞動服務或是什麼 他就必須要去做支援這樣 布農族人市居三陵 但日據時代 移住政策將布農族千里下山 從此失去中央山脈廣大傳統領域 獵場 祖陵聖地還有耕地 到了國民政府 國家將土地化為國有 但一如其他台灣民族 布農族並未放棄過傳統領域 到現在為止 仍然繼續跟政府抗衡 一如祖先不曾放棄 抗衛家園的態度與決心 接著摩拉斯賽專題報導